網絡記者投訴給警員插眼 請你們合作 我們合作 我請你冷靜一點 我好冷靜 網絡電台青台的攝影記者 張大衛遠當遊行時拍攝 我當時是半蹲 而在這個途中 有人很大狗在我後面 用手抓住我這個眼的位置 就扯我 雖然我的眼球會被插中 但是眼皮和眼角都是痛的 我自然反映向後望 當時來說是一位警員 而他的態度也是 那種表達方式就是插你怎樣 就是這樣的 他和青台職員昨日到警察總部投訴 希望警方可以憑張照片的戒指和手錶 找回插他眼的警員 警員竟然對一個採訪的拍攝記者施誘暴力 而這樣用武力去傷害我的身體 無論是否記者都不應該這樣做 他要求警方徹查向他和青台道歉 和公眾交代是否干預拍攝自由 他說如果警方不徹查會向立法會求助 就請進京 請進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